正常一套双战剧起码有20至30集左右 才够铺陈所有人物的关系、脈絡和故事发展 但最近出现了一套只有五集以双战为主的迷你剧 还意外地得到很多好评一改港剧的关系 这一套由Fox投资制作的东方华尔街 找了刘德华做监制 讲述什么呢? 就是昔日司徒关系的吴振宇和张孝全20年后再度合作 但似乎引来的比之前更加严重的金融危机 影响整个社会的操作 端端几集就可以令故事发展得非常刺激 现在去腾讯视频或者Fox Plus都有得看 数落香港的双战为主电视剧的确不少 由经典之作《流氓大亨》 《我本善良》 《创世纪》 《大时代》等等 几乎每年都会有一两套入屋 八九十年代的双战剧 每一套都是经典30集、40集 甚至到《创世纪》106集 都依然是当时电视剧界的计划 观众似乎绝不起追 看剧都不厌 其实很多以前的商战剧 剧里面的商业内容都很专业 好像《创世纪》大时代 懂得少些买卖投机的股票常识 都未必跟上剧情 但观众同样看得津津有味 因为剧中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同样出色 加上家族情仇 角色遭逢人生巨变而变奸 男女主角的感情线描写 都令双战剧大为可观 所以就算集数再长 观众都有大把理由继续追下去 非常明显 39分钟 前景右手 内桥 文猛 高 she 感谢观看